2006年 登上冠军领奖台 所有的积蓄都有点爆发出来的感觉 2007年 领奖台上依然有他 我的目标就是要上冠军 2008年 和宁一个落选者的故事 天后天下 2008年8月9号 和宁在等待一个消息 没有人受伤 然后我完成了这个使命 至少我最后一关我过去了 2008年7月28日 女团参赛名单公布的日子 因为我名次也不是排在特别的前面 说实话我自己也有想过可能是替补 甚至连替补都不是 就做好最后还在打算吧 最后是替补 心里很难受 就觉得本来是一个团队 然后一下子脱离组织 就会稍微有一点失落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线希望吧 奥运名单公布一个星期后 奥运代表团入住奥运村 但何宁却不能与队友同心 整个代表团发车去村里的时候 我是最伤心的 大家都走了特开心嘛 一开始我一直没哭 就想憋着 我一直憋着一直憋着 然后刘导又过来说 老何这么坚强 不许哭 硬是笑出来 我还就那么甘怨 心里很难受 然后就说好 就点头答应什么的 我送完它 我跑回房间 我就真的是嚎 我开始都不叫哭了 都开始嚎了 平时热闹的体操管理 只剩下和您一个人 我很孤独 而且他们要在村里练 没有人陪我在外面练 所以就好像距离拉开了 相信奇迹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就想着有可能会换我 所以我要从低谷 拔出来 然后又得提醒自己 不能受伤 因为又有机会 但是呢 机会可能就只有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就很微妙的机会 但是 我又不能放弃 所以那个时候 就往好处想嘛 如果真的用了 那么我能顶上去 如果说要用我的时候 我都顶不上去 我就想这个话 我就会有动力 我就一直练到最后一天 比赛前一天 他们上午就回到 咱们这个训练馆来的训练 上午十点的时候 然后就跟网上接电话一样 但是我一看那个时间 我心里就一纠结 奥运会比赛规定 如果参赛队员出现伤病等原因 赛前可以由替补选手顶替 8月9号是最后的期限 但是没有人受伤 然后我完成了这个使命 至少我最后一关我过去了 最后一天的训练特别重要 所以我不想影响他们的情绪 所以我就还是给他们标游吧 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不住 然后我往往就过来 就说算了吧 算了就没练了 后来就 好像周围的人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坐在车上 感觉平时三五分钟就到的路 我感觉半个小时还没到 因为我好像跌到了底谷 就是很黑啊 然后回到房间 我就只能以哭来发泄吧 当时 因为一般他们训练完之后 我都会坐着车陪他们进村 然后就把他们送到村门口 然后我再回来 就每次都这样 因为我就特想跟他们在多待 哪怕是一秒钟都好 可以跟他们讲点笑话 就帮他们解压吧 然后那天我也没有送他们 然后他们都发信息给我 说林姐 你今天怎么都没有来送我们 然后我说 我说我今天要做治疗什么 我就不想影响他们 因为我知道我伤不了 所以 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 在最后观众能顶住 因为 我已经帮不了他们了 至少 后来的仗 得他们自己打 2008年8月13号 女团决赛 何宁成为看待上的一名观众 我特别想给他们加油 所以我就要去现场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 北京奥运会 中国队获得首枚奥运会女团金牌 反正我哭了 但是 看起来是激动的哭了 但是我也是伤心的哭了 看着他们多跨 心理上又是一种打击 但是 更多的还是祝福吧 陈飞 他只有把话花给我的时间 但是我很高兴 至少 我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他家的 至少 他们拿了冠军 我们友情没有变 很欣慰吧 2009年5月 我们在济南的全运会 体操预选赛上 见到何宁 他代表浙江队 夺得了个人全能冠军 虽然装运会没上麻 但是全国冠军也是我的梦 好吗 北京奥运会 实在是完成的太出色了 太出色了 你必须就要比人强 好激动 我终于站在这里了 最好的一套 上到 那我们是一个团队 这个动作已经过去了 有点痛苦 我叫李小峰 好 这时候啊 这时候就准备 奥运结束 全运在机 中国体操队的故事